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Balcony Salon的第九期数学 然后我这期应该是会讲关于PureNap 我看到有些人是第一次来我的这个Balcony Salon 我先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salon是我在今年三月创办的 然后我当时的想法是想提供一个平台 给所有有爱好的梦想的人 可以到这里分享相当的热情 然后让所有观众可以来探索一下未知的领域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认识更多的人 然后可以激发到一些不同的想法 可以做点实事 然后为什么大家都很奇怪 为什么我不讲 小达讲数学这个比较偏文的话题 实际是这样 今天五月份跟Kani在吃饭的时候 他跟我说到 关于一个美国的中国数学学者 做出一个解除了一个千年的未解的数学文体 然后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为什么在新闻上完全没有报道 而且最后当我去Google了这个人的经历之后 我觉得更加的shocky 但是我身边就没有什么人知道的这件事 但我觉得像这样一个 这跟陈锦润一样的数学难题 本来是我觉得我是totally not qualified讲这个东西 有那么多数学贴级在这里 但是后来张雨明说了一句话很密实的 我说这个不是about我自己 是about这个 topic 所以我觉得那确实也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讲也ok 而且特别今天来的人也不是特别特别多 所以希望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那我们就开始讲这个 topic basically就recap一下 这个数学家做出来的一个问题呢 是关于数数prime number 然后我们可以首先先讲讲什么是prime number 对 数数就是质数或者prime number 就是说只能被1或者自己整出的数 然后右边脸花缭乱的就是 从2到2039的所有的数数prime number 然后大家想必应该可以了解什么数数 我就不用多讲了 但大家可以看到一点比较奇特的现象是 数字越小数数越多 数字越大数数越少 比如说你看到第一行 已经到了就直到89 然后到最后一行是 到后面就是每个100里面的数数越来越少 不过我们可以讲第一条 然后就是说 数数从古希腊开始就是 这个各种科学家研究的问题 然后在古希腊那时候 大部分的数学家同学是哲学家画家什么的 首先讲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引出这个话题是 fundamental theory of arithmetic 就是说算数基本定义 这个定理呢其实说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说任何一个数不一定是数数 它一定能表达成 unically的表达成 数数的成绩 就举个例子 1200就等于2的4次方成3的1次方成5的平方 你可以rearrange些数 就是说你看右边有两种arrange的方式 但是把它合起来 其实就是只有这么多个数数 然后它们的这么多次方 只有唯一的一种表达方式 这是相当于数学的一个 相当于公理 但是其实欧拉在很久很久以前 它自己正出过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是相当于一个银礼吧 其实因为也有人问